欢迎您收看今天的老中新闻 您好 我是李诺亚 旧金山名校Lowell高中过去多年来 一直以学生的学术表现作为录取新生的标准 引发各界争议 有人批评Lowell高中的招生方式违反了加州法令 旧金山教育局于是从去年开始 要求Lowell高中改以抽签的方式招生 不再以学生的学术表现作为招收新生的标准 希望让校园学生多元化 支持这项改变的民众说 Lowell高中过去的招生方式 歧视非洲一和西语一的学生 新生入学以抽签方式决定之后 的确让校园变得更多元化了 非洲一和西语一新生增加了许多 不过抽签决定入学学生的方式 也同时对学术成绩表现优异的亚裔学生造成伤害 过去Lowell高中以学术标准招生的时候 亚裔学生的比例极高 但是根据目前加州教育法 除了专门学校之外 一般公立学校不可以以学术或者是运动标准来招收新生 虽然Lowell高中的学业水准很高 可是加州并没有将Lowell高中归类为天才教育机构 或是专门学校 Lowell高中从1856年建校以来 就采用高学术标准作为招生的标准 因此有许多的教育专家认为 Lowell高中的招生方式实施已久 应该不需要受到目前的法规限制 Lowell高中校友会长最近也致函旧金山联合学区 指责学区官员误解了加州教育法规 他说加州的教育法规并没有阻止Lowell高中 运用学术标准来录取学生 他强调Lowell高中就是一所专门学校 所以有权挑选合适入学的学生 欣欣君来看美国最幸福的城市是哪一个 调查结果公布 答案是东湾的Fremont 个人理财网站Wallahot公布 2022年美国最幸福城市排行榜 Fremont高居榜首 这项排行榜使用30项幸福指标 包括忧郁症、罹患率、平均收入增长 免日的休闲时数、精神状态、健康身体 强大的人际关系、工作满意度和财务状况等等 全美国有182个大城市接受调查 万区进入前20名的城市还有旧金山排名第三 San Jose排名第四 Santa Rosa排名第14 Oakland排名第16 加州首府Sacramento排名第49 感谢收看下次见